魏清是西汉时期的名将 他的姐姐是魏子夫 是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 魏子夫得宠之后 皇帝爱屋及乌 也将他的弟弟魏清提拔起来 魏清做大将军 也不是浪德虚名 他扭转了汉朝与匈奴战争的局面 七战七劫 将大片的师弟收回 稳固了边疆 魏清不仅作战勇猛 善于用兵 就连其人品也都是值得肯定的 他对手下的兵士照顾礼让 对自己的同事大度谦逊 即使身份尊贵 也从不欺压别人 魏清还有两个外甥 一个是当朝太子 其身份显赫的程度不言而喻 另一个则是康齐匈奴的名将 获取兵 这一层层关系 论下来 魏清的权势也能推算出来 可谓是权倾天下 虽然他为人低调 但盛名之下 必然也有影响力 就是这样一个人 却也有他十分敬畏的人 而且 这个人无论身份 地位还是官职 都无法跟魏清抗衡 这个人就是赵宇 是个司法官 在汉武帝时期 他是运使 中大夫 从事司法职业的人 都有个共性 就是铁面无私 不讲情面 赵宇也不例外 而且 赵宇应该算是更上一筹 因为 赵宇的名字 在汉武帝时期的 十大枯吏中 榜上有名 只要是犯了过错的官员 不管这个人身份尊卑 背景如何 赵宇都会毫不犹豫地出面 弹劾他 对待大将军魏清 赵宇也是如此 丝毫不怕触犯 魏清身后那股庞大的 足以可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的力量 汉武帝曾经让魏清 为自己选拔一批侍从 侍从虽然不是那种 有正规变化的官员 却因为要陪伴皇帝左右 而身家徒僧 这样的人 不仅要忠实 还要有过人的胆量和能力 皇帝把这样的事 交给魏清去办 说明他对魏清是十分信任的 而魏清接到任务之后 也确实用心了 这时的魏清再朝多年 家中已经有了不少扑从 他从这些扑从当中 选了自己比较信任的 而且贫宿对自己 也十分忠心的几个 恰好此时 赵宇来了 魏清一直对他 已经有加 听到他来访的消息 马上前去迎接 两个人说起了选拔侍从的事 魏清让赵宇做个参谋 结果赵宇还真当事办了 他把这些人召集到一起 分别询问 从兵法到朝政 再到礼仪法度等等 询问的十分详细 问完之后 他转过身来对魏清说 你找的这几个人 一个合适的都没有 魏清很纳闷 再次看看自己选的人 感觉都不错 起码都是对自己忠心耿耿的 而且 平日说话办事 也都利落 赵宇摇摇头 告诉魏清 选择朋友 要先看他的朋友圈 他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有什么样的朋友圈 而您这次选拔 也一样的道理 一个主人 是否有素质 有内涵 是否忠意 都会从他的补从身上 体现出来 所以 您推荐的人 很重要 现在这几个人 真才实学和本领 根本就没有 只会留学拍马 他们如果到了皇帝身边 也会将这一套使用出来 皇帝是个聪明人 很快就会看破 然后 就会认为您 也跟他们一样 是只懂得阿谀奉承 没有真才实学的人 会对您产生反感 魏清本想博士赵宇 却又感觉他说的确实不错 于是 他让赵宇替自己选择 赵宇选择的这两个人 让他很意外 竟然是两个马夫 这两个人 因为得罪了自己的官家 而被罚去喂马的 魏清对这两个人的能力 持有怀疑态度 但赵宇一再坚持 魏清虽然认可 但他知道赵宇的眼光 确实毒辣 所以最终还是同意了 这两个人 后来地位越来越高 成为很厉害的将领 而魏清从此以后 对赵宇也由敬畏 变成了敬重 这一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